哈喽,大家好,我是丁建宇 现在要跟大家来讲的是 2021年的巨蟹座的纯年运势 看到巨蟹座2021年的感情运势 真的是让我替巨蟹座感到有点担忧 跟其他的新座相比 2021年的巨蟹座可以说是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难题 尤其是会遇到一些选择的问题 那不同的选项造成的结果呢 优惠大想征定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过的白羊精油双子座相比呢 巨蟹座2021年的感情运势起点并不低 1月份复杂的天象呢 虽然会给巨蟹座带来一些混乱和不稳定 电视相比于其他新座 其实这些对于巨蟹座的影响呢 并没有那么致命 可谓不好不坏 到了2月份呢 巨蟹座呢 就要为自己的情态问题多配一些经历了 因为巨蟹座呢 在3月份呢会遇到一些让本来性格就纠结的巨蟹座 更为纠结的情感问题 这句话还挺难说的 关键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巨蟹座这么纠结呢 是因为呢在这个月呢 就会出现了让你两年的选择题 会遇到一些异地恋的问题 甚至是异国恋的问题 由于两地分居或者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呢 应该会导致一些误会的增加 以及呢沟通难度的加大 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 又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选择性的人出现 所以呢对巨蟹来讲呢 这个年呢刚开始没多久呢 就已经发现自己在做选择题了 当然了其实沟通的问题呢 也没有那么大了 只要不要抓住对方的表述 吹毛求刺就好 海阔天空 我们大家都听过吧 歌词的第一句就是 这首歌据说在这个北方 把它听成是钢铁锅 含眼泪含羞瓢锅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南北方这个文化的差异 一直以来呢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你的恋人呢 是正好是一个南方人跟北方人这样子 或者说中国人跟外国人 就是特别容易让你出现鸡筒鸭讲的感受 其实是特别容易呢 对彼此的感情呢产生裂缝了 而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呢随着这个三月份的槽战 因为花开夜幕呢 巨蟹座的这个感情呢 会进入到 有很多选择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这种状态呢 就会让巨蟹座觉得很纠结哦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才好呢 这就是巨蟹座呢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到了四月份呢 可以说是迎来了爱情的巅峰哦 单身的巨蟹座呢 会在四月呢遇到更多的机会 那五月份的选拟呢 就会让巨蟹座呢 开始一个情感的混乱期 很多的巨蟹宝宝呢 会在五月份呢遇到来自前人的压力 求复合啊找麻烦啊等等问题都有 那三月份的已经开始的抉择呢 在五月份呢又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所以呢我建议呢 有这一方面选择困扰的巨蟹座呢 在适合的时候呢 可以来找我预业的咨询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同的 我们虽然这个年龄呢 是针对所有的巨蟹座 但是每个巨蟹座 并不可能都遇到同样的情况 所以说当你遇到自己困难的部分呢 我希望呢还是你来找我做一对一的咨询呢 是比较好的 那么如果你是呢 平实力一直担心的巨蟹座 那么恭喜你 你对五月的情感混乱呢 是免疫的 那为什么我要强调找我咨询呢 因为六月份呢 对于巨蟹座来讲呢 是2021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调整期 而且六月份的调整呢 对于七月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绝对不可以草率 更不能够呢 只是跟着感觉走 那么在2021年的七月份呢 巨蟹座呢 可以说是要面对到一系列的强势的桃花 可谓是沾衣浴湿杏花雨的那种强势啊 躲都躲不开啊 这波桃花的特点呢 就是短暂的 但是呢 却富有激情 就像夜空中炫烂的烟花 菜烂过后 是不是一粒渣呢 这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桃花了啊 所以呢 你是要在六月的时候呢 就对七月的情感变化 有一个提前的了解和应对 到时候呢 究竟是玩一玩还是发展人正式的恋情呢 你才能够呢 有一个真正有把握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再来的七月过后呢 八月份呢 又是巨蟹宝宝很重要的一个情感调整期了 八月的重要呢 主要呢 是针对那些在热恋当中的巨蟹宝宝们 因为八月的轻松愉悦呢 只是一个表象 接下来的九月呢 则是呢 一个很重要的 真正对巨蟹座能够产生这个 实际性的影响的月份啊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 是非常适合你谈婚论嫁 走进人生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时刻 而你需要确认的是你的恋人呢 是否值得结婚 以及呢 九月份呢 一定要去面对的家庭的压力 大概率的情况下呢 在九月份谈婚论嫁的巨蟹座的情感 都是稳定的 但在谈问婚事的时候呢 是特别容易呢 遭遇到了来自双方家庭的压力啊 所以对于想结婚的巨蟹座来说 和盘咨询呢 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十月份呢 巨蟹座的情感呢 会进入到一个世界大战的状态啊 尤其是已婚的巨蟹座 你会更加的争强好胜 绝不让步 让你们的战争呢 就根本停不下来 这次大战呢 会持续到十一月份啊 让你们的关系呢 变得非常的 嗯 非常的受伤害 而且呢 你在这个争吵当中呢 也比较强势 不过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呢 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呢 是有所减换啊 在十二月结束之前呢 这场战争呢 也会结束 那这段时间对你来说 其实身心都非常疲惫的啊 就像战斗那样 充满了愤怒 但是呢 我提醒你呢 在这段时间呢 虽然说你会免不了去争执 但内心呢 一定要保持出一个 静谧的部分呢 就是去了解到 实际上这场斗争 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啊 重要的是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情感的谅解啊 这个就像是孙悟空 他最后呢 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 最后得到的封号呢 叫做斗战胜佛 他为什么要叫斗战胜佛呢 其实这个佛号呢 是统结了孙悟空的一生 内心不平则斗 有了能力则战 战则求胜 而这一切的归宿呢 就是佛 这也就像你这段时间的斗争啊 你斗争的起因终极目标 并不是要去胜 而是佛 何谓佛呢 佛就是大彻大悟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最终呢 是为了让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呢 变得更好 而不是呢 要去争什么情感力的胜负 所以呢 你要注意呢 暴怒之下呢 要让自己的行为是清晰的 而不要去意气用事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不要结合两败俱意上了 这就不好了 如果说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话 那么十二月份呢 就会收获一段幸福 不过也要注意了 十二月份还有精心逆行 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混乱 所以呢 整个总体来说呢 巨蟹座呢 在这一年呢 是很多情感上的牵扯 有很多的这些情感大戏在上演 那想得到一个好的 这个情感的结局的话呢 那是要多费一些行李才可以了 比起爱情运势来讲呢 巨蟹座在2021年的事业运呢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一月份呢 巨蟹座呢 会得到一个相对动荡的财运 为什么叫做动荡的财运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月份其实我们是有财运机会的 但是拿到这个财运的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呢 并不是太顺利哦 会出现一些坎坷 如果说你没有耐心的话 很可能那还会失之交臂 另外呢 巨蟹座呢 在一月份的社会资源呢 也并不是很稳定哦 所以如果说你想依靠自己的关系 去搞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反而呢是容易遇到一些变怪啊 放鸽子啊 这样子的事件 另外呢 你还要注意呢 一月份这个动荡的天象呢 也容易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伤害 所以呢 要减少出行 或者说呢 增加这个出行安全的意识 到了二月份呢 你的财运呢 会比一月份呢 就顺利一些 不过呢 你的花钱呢 会比较的快又多 所以呢 还是存不下钱 另外受到呢 同步和像水平 以及全新进入水平的影响 你的投资机会 虽然变多了 但是呢 要千万要顺重 因为这个月呢 你容易呢 会有各种纠纷 或者是会因为你的不当投资呢 碰上一些官司问题啊 或者说会遇到一些解约啊 总之一些法律事务的问题 还蛮麻烦的 从运势的曲线上看呢 三四五月份呢 是巨蟹座呢 二零二一年事业运势的巅峰 从三月份开始呢 巨蟹座的事业运势呢 进入快速上升的态势 你会变得很有憧憬 做事顺利 如有神助 你也会更加的沉稳 也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让你呢 得到一些晋升的机会 也容易呢 获得一些外派的机会啊 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呢 巨蟹座呢 不仅会延续呢 三月份的好运气 脑袋呢 也会更加的清晰 啊 自从我吃了三个牛丸之后呢 头脑都变得灵活了好多 每次考试逐得一百分啊 你会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看人更准 同样呢 对自我的定位呢 更准确 那么知己知彼呢 当然就会百战不待 这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败 到了五月份 你会有一些机会提高 这个工作中的这种 动力啊 工作能力呢 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人际关系呢 也会更加的和谐 随着六月十号 双子座日时的到来 你会进入到一个 相对梦幻的状态 通去 当然了 知己知彼王好听的说 说白了 就这段时间 你会变得比较的迷糊 容易迷茫 容易找不着方向 那也就 灵感会更好 知觉力会更强 但是呢 也会很难分清 这个梦境和现实的界限 缺乏情绪的机会 而且还容易费小人 所以六月份的时候呢 你不适合做开拓情绪的事情 而比较适合呢 做一些自我的调整 从六月底到八月中旬呢 你的财运会变得好一些 那这段时间 你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啊 所以可以做一些这种什么 美容啊 美发啊 医美的项目 在这方面呢 也会花比较多的钱啊 到了七月份呢 前半个月 你会有更多的好运气 后半个月呢 就会比较平淡一些 从容的进入八月份呢 我们整个情况是变得比较放松愉快的啊 来自于 而且会有些幸福感 这些幸福感 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家庭的这种和乐 彼此之间关系和谐相处的结果啊 对你的事业呢 当然也是也会有很强的助力 但九月十月呢 你的情感战争呢 会大大影响你的工作 虽然你可能因为赌气呢 而多工作一些 但效果并不太好啊 战争过后呢 你的事业运呢 依然没有什么好转 那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你的财运呢 也不太好 心理负担也会比较大 所以这段时间呢 对你的整个判断力呢 是比较有影响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要建议呢 少做一些决策 另外支援你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就是你的身体呢 可能会遇到各种的疼痛 出现一些风湿啊 关节啊 或者说胃疼啊 还有这个心理不齐啊 诸如讲的一些情况 到了十二月四日呢 又还有我们要面对的是射手座日食啊 不过这跟之前六月的日食呢 不一样 这次日食的前后呢 会让你能获得很多展现的机会 也会让你能取得突破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你不用太担忧 而是应该更加努力一下 尽力往上冲 为了延续这个好运势呢 你要把平常呢 做好这个自我身体的调整 跟健康的锻炼呢 保证自己在观念的时候 能够一击击中 好 以上呢 就是整个巨蟹座呢 在2021年的整个的运势情况 我是静电鱼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不要忘记关注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